好我要繼續把剛剛在法案審查前發言的內容 其中有一段沒有錄音錄到 我把它補充 讓他可以完整的呈現在會議記錄裡面 最後我是跟陳歐波委員在溝通 因為陳歐波委員他講 所以以前市績就有編列150億左右 補助業者 大家聽清楚 那我就跟陳歐波委員講 如果市績有直接補助得標的業者 那我就辭立法委員 如果市績的時候 沒有用150億左右 直接補助得標的廠商 那請他辭職 國會電腸不能亂講 政策可以辯論 立場可以不同 但是你依據都要依據事實 如果我們在這邊講話 都講的不是依據事實 然後這各講各的 那怎麼對焦呢 民眾怎麼判斷呢 大家以為你在國會電腦講的都是真的耶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混淆視聽 非常的不可取 你們要辯護的是說你為什麼要編列這個155億 直接補助給這些得標的財團業者 為什麼 政府要補助他 你補助他說要加速加量 市績的時候加速加量不是這種做法 補助偏鄉OK啊 建設的這個基地台應該屬於政府的啊 或者是你業者應該跟政府租嘛 比如說政府為了加速加量 政府多做了1萬個基地台 OK啊 但是是政府的啊 你業者要來租才對啊 才不會圖利財團 謝謝